我會講一下我們劇裁出版的最近的新書 就是這個 賴宣明蘿威的這個趨勢生命力 那他在這個金石堂的排名 博克萊的排名都相當的好 那其實我們看了一下最近的這些排行榜 其實是很難過的啦 也不是最近的問題 就是說排行榜裡面幾乎所有的 都不是本土作家都是翻譯的書 那我們最近看到這個海角七號這個 這個電影這個有本土的色彩 突然就那紅起來 其實對於我們出版做創作的 其實也是感慨萬千啦 覺得說國內的這個作者 其實在書籍受到注重的程度 包括書籍都是差很多的 跟國外作者都差很多的 那我相信國外作者 其實尤其說不是 因為其實我們在台灣 有些能夠接觸到一些資訊 其實還是比較狹隘啦 那你如果說在 金融中心 美國 或香港 種種的 可能可以接觸到的一些 看法是比較廣 所以他們寫出來的東西比較有深度 我想也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 就像海角七號一樣 他是一個我們本土自己的作家寫的東西 像挪威 他會去拿美國的 會拿這個 其他國家的東西來 不會 他就是看我們台灣的股市的一些 分析的一些策略 所以我覺得 大家在重視這個翻譯書的同時呢 其實也可以 包括書局跟經銷商 我希望也可以多多 給我們本土作家自己的作品 多使一點力量 不然的話 我覺得這個市場是越來越差 就是本土作家因為沒有好的銷售量 然後會有 就不大可能去寫出好的作品 然後二群循環下去 就越來越差 那 那這個電影已經悶了很久了 那書式是這 比電影 滑落的時間比較晚 那電影已經慢慢再起來了 那我覺得 我們的本土作家 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關照 那挪威有一個不錯的成績 在這麼差的一個 這個這個書式的狀況下 一個不錯的成績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而且看過這本書的人 大家可以在網路上看一下 其實評語都相當的高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們賴宣明 那在帳號是叫挪威的這一本 趨勢生命力 他以前的一本 活出股市生命力也是賣得相當好 那他還有一本新書是 明年會出版的 那 是限量的書 那請大家也注意這個 劇採網上的一些公告 我們可能會公告說 看 如何預購 那限量是怎樣 那 到時候請 反正大家看我們的 的一些公告 那另外一本就是我們 下 應該是下下週 下下週會出版的這個 帆船手 的這個固定操作模式 那帆船手他 前兩三週又來我們聚財線上的節目 那他在聯合理財網 聯合新聞網的理財會客室 也是的也是一個 很受 很受重視的一個版主 那這本書其實是一個比較 看圖操作比較淺顯易懂的一個一本書 那我希望說大家到出版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 好 那到12月呢其實我們還有一本書叫做 哇靠這就是中國 這個談一個兩岸 經濟 兩岸市場 兩岸就業市場 的一個整整體的書 那他沒有一個政治的一個色彩 就純討論經濟 好政策 而不是政策 經濟 然後跟你要如何到大陸 好去看一下大陸市場 是要如何的一本 一本一本相當好的作品 那他等於也是一個 我們去才出版的一個 比較新的一個方向 就是我們已經不是局限在 股票期貨 他已經比較偏商業 跟經濟方面的一本著作 好那 可能到12月會有這個 兩岸直航對飛 我會強調沒有什麼政治立場 但是政策就是那樣 好那所以兩岸的經濟 可能會開啟一個 我不認為他一定是多好 因為可能會對我們某些產業 或是某些就業市場 會產生相當大的壓力 或者是學生 這都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可是 畢竟這是一個開放 這個是一個必走的路 你不能永遠的限制住 限制也限制不住 所以 會對我們整個市場 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那我覺得這本書 可以足以提供給大家一個 更前瞻的一個看法 讓這個 也許12月1月未來 你可以走得比別人更好 可以搶到那個在大陸的先機 所以是相當好的書 那將來1月2月呢 我們書都非常的精彩 那我這邊就先不提 等到非常的確定書派出來了 我再跟大家報告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明年的書展是在2月4號開始的 好像是6天吧 我們明年書展 台北國際書展 那聚財出版呢 其實我們從事出版才只有3年的時間 我們在去年的2月 我們台北國際書展租了一個攤位 今年的2月台北國際書展我們租了4個攤位 明年我們聚財租8個攤位 那其實已經收到一些 相關的一些媒體跟注意說 發現我們成長是非常的快速 那這都是感謝大家 那個讀者跟網友的支持 還有我也特別感謝我們網站上的這些作家 其實跟我們都保持相當好的關係 也對我們聚財網友相當大的這個支持 其實都很喜歡在我們這邊活動 然後也經常跟我有所聯繫 那我想我們8個攤位 我們會設計相當多的好玩有趣的活動 然後也會回饋給我們 特別是我們的網友 那到時候也會有這個作者簽書演講 那我們都在積極的做安排 那就是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們書展的時間 到時候如果說可以來的話 盡可能把時間安排過來 到書展來參觀一下我們的攤位 買一些書 那因為有入場券 那我們入場就好像要100塊吧 過去都100塊 那其實你到我們這邊 我們會提供一些優惠什麼的 讓大家覺得說其實入場券是有賺回來的 那所以其實大家可以把時間安排出來 那我們的企劃的人員也積極在安排一些 跟作者聯繫那幾天活動 那也希望作者們能夠多多支持 盡可能的把時間排出來 給我們來走一趟 跟讀者直接面對面的接觸 然後讓我們的整個攤位能夠更活絡 那我想我那幾天也都會帶來現場 如果認出我來的要跑過來 要簽名 不是潑水就對了 簽名是不是 要簽名的 那個 這個 我們離廁所好像蠻近的 我可以去躲起來 沒關係 反正大家希望大家多多來支持 因為我們 確實攤位總總都花了不少心力跟金錢 好 那今天的節目我想就到此結束 那感謝大家 下禮拜請繼續收看我們的企劃線上 謝謝 MING PAO CANADA